如果要進行門禁管制設定的話 我們可以點選左上角 然後進入門禁系統下面的批次卡片設定 然後進來以後我們點選這個鎖頭的按鈕 通行區域編輯 然後點選你要設定的卡機 然後第一個選項這邊是否管制這個門 它會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永遠開啟 點選這個的話代表這個門會一直開放 我們點選一下 這時候會有B聲代表這個門已經開啟 然後我們按管制的話它就會上鎖 那這邊會有一個自由門排程 自由門排程的話 你可以點選你自己所設定的時間 看要在什麼時段是進行管制或是開放的 好然後如果要暫時開啟這個門的話 就是暫時解除的話我們可以點選這個按鈕 開門這個按鈕 點一下它就會暫時把門打開 好然後這邊這個自由門排程 的設定會在一樣在卡片管理系統這邊 底下有一個通行時段編輯 點一下這邊可以增加 然後點選編輯 然後就看要什麼時段是開放的 我們就把它點成綠色的 好假設我要早上的12點1點之類的讓它開啟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時段打開 完成之後我們就按完成 好那現在它的這個排程就會是星期一到日的 11點12點這個時間是可以開啟的 好那我們可以再回到這個進行區域編輯 我再看一次這邊是否有這個排程 我們這個剛才加的第六個排程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